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3月1号 我这边是钢区主研区建议南村 我是吴宗成 我这边有耕读堂 耕读堂一看到耕读堂三个字 有很多人还不理解 认为耕读堂一定要做耕耕语读来解释 各位如果有兴趣耕读堂三个字 可以直接去搜我耕读堂的解释 直接打耕读堂就会出现我的解释 这样我们不谈这个耕读堂 我们来谈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例子 我前面讲过我曾经做过牛嘎堂 是做过牛嘎堂 是做过西点 就是蛋糕面包这一类东西 当然中国面食我都有试过 各种做法我都试过 只要我没有做过的我就喜欢尝试 那我今天要讲另外一个东西是有趣的东西 这东西是要有时机的 我从小很喜欢吃什么呢 吃酒酿 酒酿有很多种做法 有甜酒酿嘛 有的时候讲酒酿就是甜酒酿 然后还有的时候 热了以后用那个蛋花 用一点蛋花在里面喝起来 尤其冬天喝起来觉得好暖和好舒服 然后那个酒又一点那种不会让人醉的感觉 就算你喝一坛子的话都不会醉 我常常因为甜酒酿也可以冰起来 冰起来吃也很好吃 我常常就是一买一罐回来以后 就一下子过瘾就把它吃掉 一罐大概是好像是200多块吧 台币哈 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 那里面不就是米粒吗 也没什么东西吗 难道它有放什么东西呢 我就上网去搜 一搜以后各家做甜酒酿的方式 还有的是老牌的 有的是专业的 有的是业余的 有各种方式做 我都看 我说过我一天有花12个小时挂在网上 都是看这些东西 我不看那些那些肥皂剧 看那些无聊的八卦什么 还有政治八卦或者是明星八卦 那些我都不看 我只有看得奖的那些那些电影 或者是戏剧或者什么 还有就是知识性的 像这种做吃的 也算对我来讲也是知识性的 我所谓的 Keep working keep running keep learning 学习永远终生学习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心得 是去年的夏天是台湾 我从小 我1955年就在后面这个房子出生 在今年62岁都在住在这里 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闷热过 我一天要洗3到4次澡 都是用冷水洗 而且我洗澡一定是用肥皂搓 因为身上会会出油嘛 一天要洗到3到40澡 我这个也不稀奇 人家有人住在海南岛的人 就是这样 洗了洗了澡就要洗衣服啊 很麻烦的 所以那个衣服都是堆积起来一次洗 我不习惯洗衣机 我都是用手搓的 那我就想说这么热天气能做什么呢 去腌泡菜吗 腌泡菜天热天冷都可以做 那做什么东西呢 我刚好看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做甜酒量 做酒量的一个 这个酵母的发酵 的关键就是什么 就是要预热的天气 预热的环境 那个镜内才容易 才容易增值 增生 然后才能够产生发酵作用 我去年夏天我就做了 我做了很成功 我做了很多很多甜酒量 第一次做就成功 然后接下来都 几乎是可以逐渐的完美掌握 做甜酒量的诀窍在哪里 这让我就想到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很多那个福州人 他们在卖这个酒量 我们以为说 只有福州人会做酒量 可是事实上 北方人也会做 那为什么福州人 他们特别会做呢 经过去年夏天的实际历练 那时候我今年62岁 我去年是61岁 61岁我才得到的经验 就是要在一种很闷热 预热 注意 热还不打紧 还要闷热 那种环境很容易支撑什么东西呢 很容易支撑蘑菇 菌类 像香菇这种东西 菌类很容易产生 你可以看到 因为天气很热 而如果你要做酒量的话 有的人要用加温的方式 有的人要用盖棉被 要什么 其实那个都不用 去年夏天那种热的温度 高达三十多度 那种而且持续的热 你的酒量会做得非常漂亮 好 顺便再给各位一个小的chip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这边长一个酒窝 有的人叫梨窝 有的人叫酒窝 梨窝就是梨子的那个 那个凹下去的一块 就是饼的那个地方 那个花脱的那个位置 那个饼的那个位置 叫梨窝 比较深的叫梨窝 是长在这个面颊上 可是在嘴角旁边 那个叫做酒窝 酒窝是什么 这两个字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你做酒量的时候 你把那个那一团糯米 中间你要用那个筷子 或者什么 你把它中间给它把它掏成一个小洞 等到它开始发酵之后 那里面就开始 就会就会躺出那个酒液出来 酒就会跑到那个洞那个地方 那个洞就是所谓的酒窝 酒窝是这么来的 就是那一锅子 这个米经过你蒸熟的这个糯米 它就会因为跟那个 跟那个那个那个 酵母 跟那个酵母产生作用之后 它就开始发酵 发酵之后就会吸出这个 这个酒汁来 这个酒汁 就会流到那个中间那个洞 那个地方 那个洞就叫做酒窝 看看酒窝里面有多少酒 就知道它发酵程度 是不是该开锅 该要拿出来吃了 以上我就能跟各位分享 每日一得 这就是我的 中神学习的一种典范 希望各位有机会可以互相交流 天时地利人和 去年夏天就是所谓的天时正当 非常闷热 非常闷热 你一天要洗三次澡 那种天气是最适合做酒娘的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